我们相信很多香港的朋友都和我们一样 是全力支持这一次国家和全国人大 关于港区的国安法的立法 香港每一次在危难的时候 都要靠我们中央政府和国家和我们一起面对这种困难 就像现在人类面对的最大的陌生的邪恶的这种病毒 新冠肺炎病毒 到最后香港连口罩都难以自救的话 最后怎么办呢 还是靠国家和中央政府特别对香港支援 那这也是同一个道理 那就必须要支持国家和全国人大 尽快地为我们香港定立相关的法律 这样才是为了保障全香港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香港维持繁荣稳定和一国两制的长远行稳支援 是有划时代重大的意义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会形容 他们现在看到的香港已经不是他熟悉的香港 那相关的这个港区的国安法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 拉我们一把为我们香港谋求一个光明的出路 同时呢把香港划向沉沦的深渊这家列车呢 拯救回来把它纳入正轨 正轨就是要我们维护好香港的法治核心价值 保障好每一位香港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好香港呢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只有稳定了大家的生活才能够恢复正轨 稳定了大家的生活才能够恢复正轨 我们下期再见 稳定了大家的生活才能够恢复正轨